运动流汗之后身体容易有异味 日本肌肤清洁保养品牌就推出了 2018最新款的爽身敬畏剂 而且邀请到重量级的代言人 渡边直美热情登台 他也跟民众分享约会时的小秘密 渡边直美呢 他很在意身体的味道会不会影响到别人 那么他甚至觉得自己一直都臭臭的 所以出门的时候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约会的时候 害怕会有味道很尴尬 所以呢除了香水之外 身体的体香剂 他也会来使用 让身体可以一直保持香香的